大家好 歡迎來到CLSC投資頻道 輕動了投資 我是James 今天是美西時間9月10號 下午差不多2點左右 我們來談一談市場 這裡先宣告一下 我們是一個投資教育頻道 所有的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所有的資訊也是僅供參考 大家在投資的時候還是要謹慎小心 不要冒太大的風險 所有的投資還是要自行決定 自行負責 尤其很多人不要去做融資 融資可能會 熬不過明天 我們今天談的幾個 當然會看一下市場 再來就是投資指數才是正道 我想每次市場下跌的時候 大家都會認為 才發現個股的震盪的確是非常的大 那 這個時候才發現 投資指數才是比較穩定的 也不需要擔心 再來就是QQQ就是投資未來的趨勢 因為QQQQ是高科技的指數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堅持就是投資未來 投資就是要投資未來 如果你是真正一個投資者的話 市場越跌你是應該會越興奮 跟巴菲特一樣 市場上漲那麼多 從底部 這次3月底部上來到現在 也漲了將近78% 他總是要釋放一些能量 釋放完之後 那他就會繼續往該走的方向走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市場的下跌 投資是自己的啦 巴菲特的任何部位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尤其是大家都在尋尋秘密找 這個 這個一些資訊 就是巴菲特啦 還有誰啊誰啊講什麼啊 其實那個都不重要 市場才不聽他們的 當然你也不用聽這些人 他們的投資跟你不一定要一樣 就像巴菲特買了Apple 你也不要想說巴菲特為什麼買Apple 那巴菲特賣Apple 你也不要認為巴菲特為什麼賣Apple 就像巴菲特只有可口可樂 那你要不要只有可口可樂 是一樣的 所以巴菲特投資是他的事情 跟我們的投資部位或投資指數沒有關係 所以你不要隨一個別人的動作起舞 那你就會精神錯亂 我也建議不要加入任何投資族群啦 因為投資族群大家七嘴八舌 你會更看不清楚市場 你會擾亂自己的投資步調 這裡還是強調不要操作不要操作不要操作 就是不要操作 你如果在買進之後你去賣掉 你就失去了你的部位 那最糟糕的就是你會買高殺低 那這個就是投資的大忌 我們也稍微聊一下WOMA WOMA其實他也做了蠻多改革 那我還是跟大家講我沒有WOMA 我只是觀察到他的生意的business model 有點在轉變 現金是垃圾啦 這個金不對 這個金是黃金的金 現金是垃圾啦 現金是垃圾啦 不要持有現金太久 投資資產才能夠讓我們的資產變大 現金不會 現金不會長期啦 市場下跌才能看出市場的生命力啦 所以不要把市場下跌當作是世界末日 沒有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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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嚴重 再來就是我還是強調投資齁 不要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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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融資齁 不然你會看不到日出齁齁 就是你看那個個股的話 它會從高點跌70% 50% 那你融資就斷頭了 你等不到天亮 你等不到天亮 每一個好股票都多多少少過幾年都會腰斬的齁 所以沒有原因的 都會腰斬 所以你不要去融資 不要融資 好 那我們看一下市場了齁 大家都覺得市場跌的有點過了齁 那其實市場有跌很多嗎 其實還好啦齁 市場跟這邊比起來 現在這邊跌到這裡 跌幾格 一、二、三格 一格、兩格、三格 那這邊才跌一格而已齁 所以齁 還好還好 所以不要擔心齁 那一樣齁 如果你記得當初這裡如果有買進的人 那這裡就不怕他跌嘛齁 跌不到這邊的高點 你如果在這邊高點買進的人 現在用這個價錢賣你 你應該要覺得很高興嘛 對不對齁 QQQ 現在高點在這一天的話是兩百三十七 現在如果兩百三十七賣給你的話 你應該要覺得很高興齁齁 就算你兩百三十七高點買 現在跌下來你也不怕跌到你的高點 所以一樣齁 你這邊買這邊買 這邊高點短期可能是套勞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又是低點齁 等於又是低點 所以齁 不要太擔心齁 長期持有 長期持有 大家要記得齁 投資指數才是正道啦齁 個股看起來漲勢迷人齁 可是他在下跌的時候也會嚇死人齁 所以齁 市場是無情的 你可以投資個股 可是我還是講個股最好是維持在5% 你買進的時候是你資產的5% 那 他如果漲很多 漲超過你的5%變8%或10% 你也不用重新品額 就讓他會漲的繼續漲 可是你永遠要記住 這個股個股的震盪的確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個股震盪激烈也是他的正常現象 投資指數站穩腳步了齁 所以很多新手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投資指數 還有台灣的話 建議投資我們建議的四支美國高科技基金 那你如果不知道我們建議哪些基金 你可以看上個禮拜的 我們是建議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 摩根史丹利美國增長基金 摩根基金 美國科技基金 還有就是備來的全球科技基金 那你也可以用富委託買QQQ 所以投資指數才是站穩腳步的方式 你大部分都要從投資指數入手 再來你有機會看到個股 你可以用5%買一支個股 最多5%買一支個股 不要超過5%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承受度有多大 市場一震盪你就賣掉了 你如果沒辦法承受的風險 你可能就賺不到那個獲利了 買進QQQ 其實你就買進了很多高科技基金了 所以我們常常講這個 你買了QQQ 這是QQQ 那detail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 沒有 QQQQ 沒有 QQQQ QQQ 沒有 就是你就買了12%的Apple Microsoft Amazon Facebook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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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Pal 所以你如果是 投資QQQ 其實你就投資了這些公司 你也不用再去買個股了 這裡就是已經包含其實蠻多好的個股 所以相對個股它其實是安全的 QQQ相對個股其實是安全的 股市下跌我們就要像巴維特說的一樣市場下跌你就開始興奮 因為你可以有便宜你可以便宜的買到股票啊那為什麼不高興呢 對那你如果說我已經都買進去了那恭喜你那你就在車上等著變成富有就是這樣那麼簡單 所以有錢的就買進沒錢的已經買完了那就看著風起風生雲起 就用很輕鬆的心情來看市場不要太緊張 市場的能量總是要釋放的嘛 所以地震有時候偶爾還是會來的 所以不要去操作 那些操作的人做傻事 所以這些市場一下跌那些市場操作者 他們就開始操作 因為自己做對了事 其實等到市場漲上去的時候他們就發現他們手上沒有部位 所以有經驗的還是應該是長期只有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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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投資當然是不要賣啦如果Apple是你的公司 你為什麼要賣呢 你如果100%擁有Apple的公司 你為什麼會賣那麼好的公司 對不對 所以你買了QQQ為什麼會賣 你這個實質股票 這個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這麼好 你為什麼要賣 不管你有沒有經驗啦 都一樣是長期只有不賣不賣 就富有 平凡操作者 長期不會富有的啦 我們還是沒有看到一個操作者長期可以富有 當然你短線也可以看到有人 短期啊 年輕人啊 在台灣啊 或在美國啦 在那邊宣告說 他今年賺了多少 明年呢 後年呢 之後呢 就消失了嘛 這些人最後都會消失的 只有正確的投資觀念 長期投資才有辦法 永遠的立足於市場 所以你看過去這個50年100年 唯一立足在市場 其實立足於市場的也只有巴菲特一人 所以平凡操作者長期不會富有 無論你有沒有經驗 長期持有 打死不賣就富有 所以你也不要擔心說 你剛進來市場你不懂 年輕人不懂 沒關係 你就買進持有 你就富有 你就好好上你的班 其他就不用管了 買進持有 打死不賣你就富有 我們投資不是要當鸚鵡 也不是要當跟班的 所以有些人會說 James那個某某某賣了什麼 或某某某買了什麼 或某某某說 現在市場要崩盤了 你不要理這些人 就是他們都是 你如果去跟著他們 你不要就變鸚鵡 你就變跟班的 那是不會成功的 投資要有自己的組件 不然你投資很難成功 所以如果你去根據分析師或者是新聞來做股票的話 你會累死 而且賺不到錢 這是因為你是投機客 所以我們就是買進持有 享受公司的成長獲利 那我們就分得社會的資產跟財富 不要操作 就賺很多 會賺很多的 我跟你們講 真的會賺很多的 短期震盪 不要擔心 你只要遠光晃遠 長期的財富 那你就會非常有希望 投機客 我希望他們能夠回頭試案 不要讓虛度青春 你在那邊操作幾年 你就浪費你獲利的機會 有人問我有沒有群組 我是沒有 我只有CLEC 一些學員 有時候我會寫一些E-mail給他們 當然我現在大部分的E-mail 就是有時候我也會貼在YouTube的群組裡面 群組 就Community裡面 那有些就這樣 所以你們不一定說 一定要去參加任何什麼微信群組 投資群組 哇那個雜音太大了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投入任何投資群組 因為市場雜音已經夠多了 你再加入那個群組 你是至少麻煩的 所以投資者要遠離群組 才能保平安 才能保平安 短線操作是零和遊戲 不是你贏就是我輸 就是 來來去去的 那最後互打 互打的結果就兩敗俱傷 所以平安操作百害五一粒 尤其是閃物平安操作只會追高殺低 我都感覺到等到市場長很多的時候 開始大家都變勇敢了 其實我還是可以感受到市場的過熱 可是我也沒辦法跟大家講 現在過熱或現在過冷 不會 因為我不去猜測市場 可是我的感覺就是 每次市場長到很高的時候 就一堆本來就 猶豫者就開始進入市場 那等到跌下去的時候 那些人又開始緊張 panic 這個都是很 這就是市場 那你不要去做這個 短期操作者 在那邊緊張兮兮的 那沒有用 你不管任何價錢買進 那已經買進了 既成事實了 你就不要去操作 擺著市場未來你買的點 雖然短期現在是高點 未來它就是低點 未來它就是低點 一向如此 永遠如此 就是如此 最近我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Walma要存立 要有Walma Plus 還有Walma Prime的樣子 那它的會員費 八十九塊 九十幾塊 比Amazon少了三十塊 二三十塊 這個第一個就是 其實Walma這個動作 是做對了 做對了 那它要做三個小時 或四個小時的運送 這個 Walma它有調查過 所有在美國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口 都住在Walma 十 Mile以內 所以每十 Mile就有一個Walma 十 Mile以內就有一個Walma 所以Walma要做到短期運送 是非常容易的事 尤其是生鮮食品 所以我覺得Walma這方面是做對了 那可是也不太會影響到Amazon Amazon是一個比較國際化 而且它樣品、東西還是比較多 Walma只是自己的產品 當然以後會不會擴張到 擴張到 讓其他的人掛到它的Marketplace 我就不知道 不過就是說 它的運送的Delivery的能力 可能也不如Amazon 那可是它這筆 這個動作是做對了 那 可是Walma跟Amazon的客戶群 其實是有差別的 Walma可能打到的比較像 打到Saveway 或打到Target 或打到Walgreen 可能是這樣子 那我個人是沒有Walma 只是看到這個商業模式的轉變 讓大家分享一下 長期我還是認為現金是垃圾 因為全世界大家印那麼多錢 每一小時就印了16億美金 每小時全球 所以保留現金沒有用的 你保留現金最後你會被變窮 所以要懂得正確的投資 你就算在2000年的高點買進指數QQQ 你到現在也有400萬 也有400萬 所以200萬變400萬 所以你可能會買高 那誰知道什麼時候是高點 坦白講真的沒人知道 所以雖然我2000年有躲掉 2008年、2009年躲掉 可是我只能說那是運氣吧 可是為了躲這兩個泡沫 其實我損失的更大 我損失更大 因為你為了躲兩隻泡沫 你就一直喊狼來了 喊了幾次 終於對了一次 可是前面的五六次失敗錯誤的操作 就讓你經歷了好幾次的金融海嘯了 所以你少獲利 你少獲利其實就是虧損 所以我們的財富就是從200萬變400萬 變800萬變1600萬 變3200萬變6400萬 再來變1億2800萬 是這樣子上去的 而不是靠操作 我們就是投資讓市場把我們帶到財富的位置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要懂投資 不然你留現金你會被變窮 這世界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交投資就是這樣子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在下面訂閱留言 你們的留言對我來講是非常的寶貴 我要來了解大家的所想的是什麼 那你們所經歷的是什麼 那你們分享一下 那我來看看我如何來給你們解答 或者是提供更多的知識 或者是改變大家的投資心態 其實你看我在講的話 大部分都講投資的心態 我很少講理論 理論不重要 如果理論是很重要的話 那財經系的教授跟學生 可能就是股市的大贏家 通常不是 所以請留言按讚 按讚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影片需要更多人按讚 他能夠推播的更遠 有錢就是買一點 單筆或分批都可以 你很多人說我是要單筆還分批 其實我回答說都可以 可是你分批最好是分在三個月內就買完 很多人分批 你不要分三年五年十年 那就沒意義了 你就分三個月買完就好了 從遠處來看三個月就是 同一點點 三個月的價位就同一個點 不要看市場 就以市價買進 你不要看今天漲了我要不要買 你如果看市場你就買不下去了 所以你要買就是市價買進 像我幫我同學管理的帳戶就是 他錢一進來我市價就買進了 我也不管市場漲跌 當然如果他需要錢要把錢匯回台灣的話 那我就市價賣出 他只要一講那市場一開 我就市價賣出了 沒有第二句話 等待猶豫是投資最大的敵人 短期漲跌是因為人性的關係 短期漲跌都是人性造成的 那你這些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所以你如果跟著市場漲跌起舞的話 那你就會有精神病 所以不要不要跟市場起舞 成功者只專注長期的投資 而且只看到想到長期的財富 一個金山銀礦在未來就是你的 所以你要眼光要放遠 很樂於接受短期的震盪 而獲取長期的財富 這很重要 長期你會富有 長期會富有 我還是講一句長期你會富有 你只要穩定投資 長期你就會富有 這是真理 這是真理 市場下跌那些投機客 可能就會被甩光光了 那當然你說有人換空賺錢 他不可能每次換空都賺錢了 那每次空單也是那幾次 大部分市場都上漲了 下跌的時間比較少 所以市場一下跌 那些投機客就被甩光光 等市場現在要賣的人都賣完了 那市場就會開始起漲了 過去如此現在如此 未來也是即將如此 所以不要擔心 那市場有跌就是天上掉下來的領域 如果市場有大跌 那真的是天上掉下來大禮物 所以有錢的你可以買進去 沒錢的你就輕鬆的做看雲曲 所以欣賞風景就好 所以我們看看二三月的時候 特斯拉跌多深 這是跌很深嗎 可是當時勇敢買的都賺 我不是說叫你去買特斯拉 你買QQQ 那時候跌多深 那你那時候去買你就賺了很多 所以你看這個QQQ 那個時候你如果買進的話 你看這個那個時候 你看多麼便宜 177 174 那現在多少 就算今天跌下來 287282 那你高點買237 那現在282 你也是賺了將近20% 所以非常好的獲利 所以不要怕買高點 就是跌下來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不是要建議你買特斯拉或買個股 個股真的不要買太多 尤其不要融資 你融資有可能會斷手斷腳的 所以還是一再強調不要融資 巴克特也說不要融資 因為你可能長期是對的 短期你會熬不過明天 那你如果已經有融資的 那你拜託你就開始要去幹崗撿融資 你可以訂定不管市場漲點 你就是消除一些融資 你如果都是現金持有 那你可以持很久 沒有人叫你賣 沒有人會叫你賣的 你只要不賣 你就永遠持有那個部位 所以長期持有基金才是最好的投資策略 那你如果願意投資個股 你要了解成長商業模式的公司 無論哪樣的做法 你就是買進打死不賣 你就富有 我的建議還是都是指數為大部分 個股只要佔5% 買進去你100萬買5萬 那以後它便漲到20萬 或佔了你15% 你也不要去重新平衡 因為它就是好公司 你買這個公司就是這個目的 那你不要把這個會跑的 會飛的把它殺了 只留一些在地上的走的 那就不好了 所以不要再做平衡 像巴菲特蘋果就佔很大部分 巴菲特認為你如果投資個股 那你就是要重壓 那我們當然不建議重壓 所以你要 畢竟我們還是不略的 我們能夠選股像巴菲特這麼精準 所以我們也會有失敗 所以你就要想到失敗 投資要先想到失敗 你才能做你該做的部位 假設這5%的個股全部虧損了 那你就算了吧 就5% 可是假設你想想看 你重壓50% 那50%的虧損了 那對你的投資部位 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所以投資還是買進指數就好了 你如果有個股可以潛藏幾指 那我當然了解很多人還是耐不住寂寞 還是會買很多個股 那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那你要忍受得了震盪 你才能賺得到那個財富 還是不要融資不要融資 你可能會被追繳會被斷頭 你會熬不過明天 其實最佳融資的狀況是市場非常恐慌的時候 那你去融資你會賺到大錢 可是我還是建議不要融資 你就算忍不住你要融資 你就是5%融資就好了 100萬你借5萬來融資一下 如果真的市場跌很低的話 那你借5%你還是熬得過明天 看得到天亮 市場就是這樣子 經驗不足的還有投機者 在市場就很難賺到錢 或者是很難熬 不要跟市場起舞 你要認定市場是瘋子 那你才不會跟著他起舞 所以我告訴大家市場是瘋子 那你為什麼跟著瘋子起舞呢 不要 所以我才用最保險的方式 建議大家長期持有 我的方法就一個方法而已 江湖一點絕 只有這麼單單一招 就是買進指數長期持有 打死不賣就富有 那其他外面的人 當然或者是你自己 你學了很多技術分析 你很厲害 那沒關係 你就出去外面打吧 我們在車上睡覺吹冷氣 那看最後誰比較厲害 雖然我們這樣子的方式 沒辦法說很快的達到非常大的財富 不過就是這個可預期的長期就會富有 長期肯定賺錢 那這是一般人能夠做的事 那其他的技術分析打打殺殺的 那就留給其他人去煩惱就好了 我們一般常人就一樣買進持有 買進長期持有 打死不賣就富有 其他的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去做了 好我們今天談到這裡 那我還是給大家一個正的能量 市場在下跌不要擔心 你買的是一個公司 投資的是一個未來 那投資指數是正到 QQQ就是投資大部分未來趨勢的個股 你們看到前面十大持股都是非常棒的 投資者就是應該要 真正投資者應該要市場下跌 你感覺到興奮才對 市場的能量總是要釋放 所以市場總是會震盪 所以震盪完了 它就會開始上漲 所以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擔心 投資是自己的事 巴菲特做什麼跟我其實沒有關係 所以很多投資大佬講什麼 說什麼做什麼 沒關係 不重要 忽略 就是做自己就好了 你不可能去做別人 你也扮演不了別人 你也不像別人 可是他們的精神你要抓住 你要學習的是這些成功投資者的精神 精神 所以人家說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一個道理很簡單 可是你要真正能夠實行 真正你能夠實行 那不容易 道可道可是非常道 所以你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你真的要理解 其實還很遠很遠 這個就是建山是山 建水是神 建山就是山 建水就是水 這是兩種層次 不一樣 不一樣 我還是建議大家不要加入族群 群組 投資群組 越少越好 其實都不要加入 因為那邊七嘴八舌的 你要從七嘴八舌裡面 萃取出精華或正確的 很難很難 市場上的那些資訊已經夠紛亂了 你再去找 至少麻煩 不要去參加投資群組了 那我們投資還是一樣 不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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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操作 現在市場這麼跌 才跌兩天 也跌不到差不多跌4%而已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那我馬它有新的商業模式 瞭解一下 現在所有的產業都要運用高科技 如果沒有運用高科技 那就是商業就非常危險 現金是垃圾 現金是垃圾 現金垃圾 不要持有太多現金 也不要持有太久的現金 市場下跌是市場生命力的表現 所以市場會漲會跌 它是活的 它是活的 所以它市場會漲會跌 可是沒關係 我們是10年20年才會用這些錢的 或者是其實 講白一點 這些錢也都用不到 都是遺產的 所以市場漲跌沒關係的 不要替你的子孫擔心 你就買進持有 他死不賣就富有 投資不要融資 不要融資 這個 你就算要融資 你要在底部融資 你不要再高點融資 融資的時機就是 大家非常恐慌的時候 才是融資的時機 好 那 我們今天就這樣子 大家要熬得過這個市場的下跌 你才有成功的希望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子 祝大家身體健康 讓財源滾滾 那你長期持有 你就會富有 想像20年30年後 你有好幾億美金 會來的 會來的 恭喜大家 這個就是你會得到的財富 那你有了財富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有錢 大部分的事都能 這個是很重要 如果有錢 就幫你解決掉很多問題 剩下的問題就 那個不一樣的問題 那至少你可以不用為錢擔心 已經非常棒了 非常棒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